你知道在这么多关羽扮演者中 谁才是最经典的吗 我刚肯定会有很多人说 新三国中的鱼龙光 剑龙蟹甲中的狄龙 还有关云长中的真子丹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以上说的都不是 甚至真子丹版的关羽都只能排在倒数 可能现在就有人产生疑惑了 别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整理了大量的影视资料 盘点出争议性最大的九位扮演者 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 第九 陈鹤版关羽 他的一身造型心中总会有一个想法 这不就是关羽本尊吗 甚至还有很多观众直呼 这也太像关羽了吧 不管是他的肤色还是他的服装 都是非常完美的存在 但是我们再看一眼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绷不住了 并且还是越看越想笑 因为他本身的风格就是喜剧的类型 所以他被大家说成颠覆原著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 陈鹤出演的关羽 在造型上还是非常完美的 第八 韩庚版关羽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这么帅气的偶像 出演的应该都是浪漫爱情剧吧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 他还出演过威武的关羽 而且也跟大家想象的一样 偶像终究是偶像 要是按游戏的角度来说 他在真三国无双中饰演的关羽 还原度还是挺高的 但是与老三国进行对比的话 真的是一言难尽 因为电影中的韩庚非常瘦 而且身高又不是很高 与书冠的形象差距极大 甚至还有人说关羽高达九尺 而韩庚只有七尺吧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的眉毛 因为在原著中是长眉入病 但是在电影中却成了毛毛虫 第七 方力申版关羽 很多人对他可能并不熟悉 但是听粤语歌的人可能会认识他 而他在《月光宝盒》中 所饰演的关羽让人非常意外 虽然他长相很帅气 但是他饰演的关羽还是差点意思 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以喜剧为主 并且里面的人物都是被模仿的场面 相信大家还是历历在目的 因此在原著党的心中 这种关羽是极其不被认可的 第六 巴森扎布版关羽 他出自鱼翅臂 而这个版本的关羽 以其他的对比来说 表现的就会有点不负众望了 因为他目光不仅呆滞 面相还忠厚老实 要是仔细看的话 还会觉得有点像《西游记》中的沙和尚 完全没有了关羽的气势和威严 而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白了 但是在这部电影中 还有林志玲 金城武等多位一线大咖 所以不管是从剧情还是在画面上 都使观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第五 狄龙版关羽 他出自于《三国之剑龙卸甲》 由于这部剧的主角是赵云 所以整体讲述的是赵云的一生 而且其中的剧情也和《三国史诗》关系并不大 甚至演绎的成分还被放大了 相信看过港片中年轻的狄龙 都会觉得他的武打戏很激动人心 但是在这部电影中 他饰演的关云长少了那种霸气和英俊 并且丹凤岩也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身高是极其符合原著 因为他高达一米八多 第四 真子单板关羽 他的武术戏就不用说了 在电影界除了成龙李连杰以外 他绝对是最有名的 但是这部电影的成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的身高受到了限制 所以就展现不出关羽九尺高的模样 甚至还把关羽标志性的胡子给去掉了 而这不仅是演员本身的缺陷 更荒唐的是 情节根本就没有尊重原著 就连饰演关羽的真子单都说没看过原著 所以他也不知道真正的关羽是什么样的 第三 李田野版关羽 其实他在01年武胜关羽时 就已经饰演了年轻时的关羽 而在那时的他更像个硬汉 并且还霸气十足 甚至还在十分硬朗的外表下又饥饿如仇 这直接把年轻时的关羽演得高一波云 并且还把握住了关羽的个性 而他还在武神赵子龙中 饰演了中年时的关羽 虽然整体都是以赵云为中心 但他的表现依然不落俗套 甚至还对角色的刻画入目三分 第二 于荣光版关羽 他也是京剧出身 只不过与陆树明所塑造的形象 兼备有点不同 并且他还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加入了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 而且在剧中 吕胡子的动作受到了很多好评 因为这很符合关羽美然公的形象 只是在新三国中 他所饰演的关羽太傲气了 但也让他展颜良朱文丑的气势更加足 并且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形象还是神态 都非常符合援助 第一 陆树明版关羽 他出自于老三国 该版本的外形 与大家所想的关羽极其接近 而且眉毛还是卧残眉 并且他还特意的微闭着眼睛 然后一到关键的时候 眼睛睁开 那一刹那 那杀气感满满 简直就是关公在世 并且还刻画出关羽的忠义和自负 而在最后败走卖城的懊悔 慷慨赴死的悲壮 并大家十分赞叹 由此可见 将其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知道在这么多刘备扮演者中 谁才是最经典的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新三国中的余和伟 还有月光宝盒中的原彪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以上说的都不是 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 别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整理了大量的影视资料 盘点出前八位 最有争议性的刘备扮演者 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 第八 原彪版刘备 他在月光宝盒中 所饰演的是刘备该角色 而这一版的刘备 应该是大家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了 因为该部电影 完全就是一部屋里头的戏剧 再加上剧中人物的造型 也相当的夸张雷人 甚至它的夸张程度和想象力 完全不亚于当年火爆的东城西旧 以至于刘备在里面也非常的皮 而这完全颠覆了刘备 中甘义胆的形象 虽然在当年看的时候还挺欢乐 但是如今再拿出来 就有点辣眼睛了 因此只能将它排在第八 第七 杨用宁版刘备 他在《真三国无双》中 出演的是刘备 要是我们从三国的视角去看的话 确实会显得有那么一丝的尴尬 而他作为刘备的饰演者 从颜值上来看的话 的确没得说 因为他脸部线条非常的匀称 所以不管他是演古装 还是演偶像剧 都会显得非常的帅气 因此他比较适合演武将这类角色 而饰演刘备该角色 会显得有点违和感 甚至还有非常多的网友质疑 是不是和关羽拿错了剧本 而我们从他的外观形象来看的话 确实更加适合演关羽这类角色 或许角色换一下 就会非常有感觉了 第六 邦中信版刘备 他饰演的刘备眼神犀利 气宇轩昂 堪称史上最帅刘备 而他在电影《关云长》中 通过精湛的演技 不仅将刘备的人德和智慧表现了出来 还将他坚定的信念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还能让观众 深刻感受到 这位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虽然他的外形 与三国演艺有些出入 但他的演技 却可以让观众觉得 刘备这一历史人物 栩栩如生 甚至还对这一角色 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 因此他饰演的刘备形象 让大家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第五 游泳版刘备 他所饰演的刘备 在一出场的时候 就被大家吐槽了一番 因为观众都纷纷习惯了 他在《天下无贼》里 所饰演的《贼老二》 而这突然转变成了 中干一胆刘备 这前后的变化差距 确实会让观众 会有点接受不了 并且他饰演的刘备 看起来虽然非常年轻 但脸上却有很多皱纹 而这也极其影响颜值 因此只能将他排在第五 第四 月华版刘备 他出自于《剑龙卸甲》 虽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赵云 但是月华在其中扮演的刘备 也显得非常的好 即使全程只有短短的十分钟镜头 但是月华还是将刘备 饰演的淋淋尽致 并且他还将刘备的虚伪 凸显了出来 而一开始嚷着旧县帝 到之后自己做了皇帝那种得意 老戏骨就是老戏骨 不服服刑 由此可见将他排在第四 实至名归 第三 炎翼宽版刘备 他曾经还被评为天涯四美 而在当时 他不仅是年轻一代的演技派代表 更是娱乐圈中的颜值担当 但是炎翼宽非常的反感 大家这样称呼他 而他在《武神赵子龙》中扮演的刘备 龙凤之姿 面如关玉 纯弱单红 但是与书中说的 耳垂直接垂到了肩膀 双手自然垂下 也超过了膝盖 这样的外貌有着天差地别感觉 因此只能将他排在第三 第二 愚合伟版刘备 他出自于新三国 而新三国与老三国对比的话 虽然存在一点差距 但是剧中的某些角色 已经超越老三国了 而愚合伟饰演的刘备 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不仅将刘备 稳重的一面演出来了 还演出了一代君王的英姿 并且面对国家的危难 还拥有睿智的一面 因此他饰演的刘备 显得非常全面 并且也非常接近真实的刘备 由此可见 他是极其厉害的 第一 孙延军版刘备 孙老师他是国家一级演员 早先的他是以出演话剧而出名 而他在九四版三国演义中 成功将刘备的形象演绎了出来 而他最初采的几处场景 就是青梅朱九论英雄 三顾茅庐等等 看起来都极其的经典 再加上孙延军老师 把刘备的那种枭雄气质 演绎得淋漓尽致 唯妙唯俏 这就让大家不由得会想到 主攻刘备该角色 所以他饰演的刘备 更加接近真实的刘备 由此可见 将其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以为老当义壮的皇中 是三国用刀最厉害的武将吗 其实他只能排第三 第九 关平 他是蜀汉二代中最出色的一人 其刀法颇有关羽的风采 而他被关羽收为一子时 就一直跟随他南征北战 并且还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相反之战中 关平大战庞德三十回合不分胜负 在赠口川还与关羽水淹了七军 其后在徐晃救助曹仁时 关平一马当先 与徐晃大战数回合不分胜负 但可惜的是 他跟关羽败走卖城时 英年早逝了 要不然蜀军必多一元虎将 第八 夏侯渊 他是曹魏八虎骑之一 也是一元用刀的名将 而在曹操攻打张鲁时 他与张鲁手下第一号战将杨刃交战 其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夏侯渊与他交战三十回合后 以拖刀技斩杀了他 而夏侯渊能施展出拖刀技 并且还成功将他斩杀 可见其刀法是非常强的 至于夏侯渊的其他战绩更加难以定位了 最多就是战了黄中二十回合 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而被黄中斩杀这就是个悲剧了 第七 魏延 他的实力在蜀国是仅次于武虎上将的 并且他为人还犹拥有谋 性格刚毅 而在刘备军遭到曹操所迫走至襄阳时 刘从听信参茂之言后 便不让刘备进城 但是魏延却挺身而出 并且还大开城门招刘备军队入城 可是刘备为了不惊扰百姓没有进城 后来魏延与文聘交战时 立姑投靠长杀太守韩玄 随后还投靠了刘备 而北伐斩杀了王霜 拜郭怀都是他的战绩 甚至在魏国张和死后 他可以说是当世第一名将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第六 张辽 他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将领 不管是他的武力值还是他的谋略 都是极其出色的 就连关羽都说他的武艺不在自己和张飞之下 而他与张和大战了五十多个回合战屏 三回合击败袁上 后又跟太史词大战七八十回合战屏 总的来说 他的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还对战过多位顶级猛将 虽然大部分都不分胜负 但这已经足以机身一流猛将了 第五 庞德 虽然在魏国有不少用刀的名将 但算得上高手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 而其中就有庞德 即使他的表现机会并不是非常多 但凭借着他立战关羽那一回 就足以看出他恐怖的实力 而在当时 关羽庞德二人拿着刀互相死� 并且双方前后打了将近一百五十个回合 也分不出个高低 然而这时的庞德似乎有些狡猾 竟然想出来了诈败放冷箭的方法 结果他还真就一箭射中了关二爷 虽然当时两人的年龄有十几岁的差距 但要是换个旁人 那绝对不是关二爷的对手 由此可见 庞德也是一位用刀高手 第四 许楚 他是曹操的贴身虎卫 擅使一口大刀 而在他初次出场时 一回合就生擒了黄金贼蒋和宜 其后他凭借手中刀 大战点尾几百回合不分胜负 并且在他投顺于曹操后 也不缺乏与一流武将交战记录 在与吕布对战时大战二十回合 其后也与赵云大战三十回合 更是恶都马超二百三十多回合 总的来看 许楚的战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正常状态下 与巫虎相差也不会太大 第三 黄中 他是属汉巫虎大将之一 而在他出场的时候 虽然已经年近五群了 并且很多人都看不上他 不仅是关羽嫌弃他太年老了 就连赵云 魏严也觉得黄中太老了 但是黄中用他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而在长沙之战中 黄中和关羽大战一百回合不分胜负 这使关羽都觉得 黄中虽然老 但雄风一在 可见黄中是多么的强悍 后在定军三之战中 黄中一刀斩杀了夏侯渊 使其创造了镇战一流猛将的奇迹 并且也向世人证明了 黄中老当义壮 第二 严良 他是河北第一猛将 也是河北第一刀 虽然严良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他的表现已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名将 白马之战五回合秒了宋魏二人 随后又二十回合打退了徐晃 而二十回合败徐晃的举动是极其惊艳的 甚至他凭着这战绩 吓得曹营猛将瑟瑟发抖 并且还使徐楚躲着不敢出面 如果不是关羽的马太快 使严良无备 那么关羽之间的大战应该会持续很久 第一 关羽 众所周知 自从他追随刘备起 一直使用的武器就是青龙艳月刀 并且他凭借着自己的武艺和这把神兵 斩杀了非常多的名将 如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时候 温九斩花雄 后在解白马之围的时候 朱炎良 斩温丑 千里走单季的时候 他过五关斩六将等等 再加上他的战败或占平了无数将领 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用刀高手 不愧拥有五胜之称